两人生四相 四相生八卦 相中相错 什么是相中相错 如何相中相错而生外恶 这个我们假如说有研究《易经》 这个钱跟坤合起来是什么 我们看那个厚 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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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中间有段 有没有 那个一个合起来 我们看那个前面我们这样看那个 就是坤的瓜 那个钱的瓜是在前面 因为他就这样站起来 那个钱坤就这样合下来 现在钱坤合下来 这样叫相中 现在我们把它翻到回来 坤给他点上头 钱给他点下 相错 相中相错把它倒起来 八八就六十四了 六十四股 就是那个厚 厚的那个变化 厚听有吗 厚啦 厚啦 厚是台湾的 厚那一位 厚是三位 厚是算钱啦 如果回去算坤啦 坤就要有三个合在一起 钱也要有三个 三个熬合作会 那个是食语八卦里面 相中相抽 那个讲里面的变化 就像我们天地之间 春夏秋冬 然后白天夜夜 那一种变化 那个相中相抽 那个不一样 排列不一样 那个结果的里面的含义就不一样 钱三年昆六断 然后昆虎晃 仅雍雾 里中虚 陷中麻 里中虚 坎中麻 然后昆虎丸 就是上面 一个值的 下面两个 那个就是断掉的 然后正阳语 就是下面 上面是小钱 顶头两个都睡 这样子啦 那个就是 熬 淡虎有说熬 口气有说熬 熬 熬 还有吗 如何相互相错而旋软 对是 因为这个就牵涉 那个只是一个代表符号 那我们了解 这个就是 这个从 这个五极 太极 两余 两余就是阴阳 我们了解 有阴阳以后 有阴阳以后 就可以生万物 所以我们讲的话 是从 一生二 二生三 这个三生万物 阴阳就可以生化万物 我们比较详细 是用八卦 把它标明出来 是这个样子 标明它里面的 那个生生不息 那个变化的情形 是这个样子